我们来介绍这本最经典的书 六个符号看懂全世界英文 也就是这一本 六个符号看懂全世界英文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经典呢 因为这是打破各位在看英文的习惯 各位在过去的英文习惯 左一左看到右 一个字一个字像中文这样子来看 其实英文不能这样看的 所以难怪很多人学的英文 虽然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可是这个框架就是没有办法学到 所以对英文还是一知半解 那么各位我们看到英文就是这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的组合 其实我们必须要先认知第一点 就是英文其实是有两个颜色的 在这个当中除了黑色的字之外 当中还会有红颜色的字 我们怎么样子来做这些判断呢 各位首先呢 我们在英文的这个句子呢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定先有一个主词 也就是人头 再来就是动词 就是人的身体 然后我们会找到第三个单字 叫做受词或读语 就像我们人的四肢一样 先出现一个人 这个就是英文的主体架构 我们称之为前面的三个 前三 那各位看到 she is the girl 就是主体架构 现在我们再看到所谓的后词 前三 加上后面有四种东西 用来补充 那么在后词当中 其中一种就是形容词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是头 很高个子 各位就看到这个女孩子 个子很高了 这些红颜色的字 就好像穿衣服一样 让她穿得漂亮亮 更加的丰富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女孩子变高了 这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字 各位继续介绍形容词 这个女孩子 with low hair 她的丑法长长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 形容词词句 who jokes 指着这个女孩子 在这边慢跑 who jokes here 然后各位看到 这个形容词词句 who又可以被拴掉 jokes变成了分词 joggy 所以变成了 jogging here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这个女孩子 tall girl with long hair 头发很长 who jokes here 她在这边慢跑 或者改成分词句 go jogging here 所以各位看到 这红颜色的字 就是像衣服一样 给她穿起来 所以各位 英文前面三个 像人的身体 整个身体出来之后 穿上衣服 就是红颜色的字 这样子让大家看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对英文真的达到 看得全世界英文的成果